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也就是2018年第一天交易情况 澳洲股市在第一天大部分时间是出现了下跌 在最后的两个小时终于是出现上涨 成功的是收盘上涨了0.2% 继续保持在6050点以上 中国股市同样也遭遇了开门红 包括了上证和深圳上涨都超过了1% 上证指数成功的收在3348点 但是距离3370,也就是很久以前的旧市价格 目前还有一定差距 同样美国股市也出现了再次的上涨 道琼斯、标普和纳斯达克分别上涨最少0.4% 最多超过了1.5% 只有欧洲方面是出现下跌 英法德平均跌幅大约是在0.4%左右 那么股市以外 黄金市场出现了轻微上涨 昨天黄金价格达到了1316美元 也就是过去大约是两年以来的最高价 同样比特币是上涨大约是400美元 另外在外汇方面 美元指数继续出现下跌 目前是逼近了2017年的全年最低价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非美货币纷纷出现上涨 接着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着准跟大家说一下 昨天有一篇文章 是国内一个经济学家叫卢林源 他撰写的 有关中国经济可能进入大萧条 这么一个标题 那么昨天晚上 其实有两个朋友给我转发了这么一个帖子 是从微信上发来的 标题是中国可能率先进入大萧条 都问我你怎么看 我读完了全文之后 是倒吸一口凉气 并不是说这个文章写得有多牛逼 我说的是 这写的这个文章的哥们 这作者太能扯了 光就是这个标题 标题下面的文字 以及这些文字的口气 应该说 可以说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说 简直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但是对于这篇文章 所存在的内容 我本人并不赞同 应该说是非常的不赞同 首先作者呢 是把这个中国目前的经济呢 形容成了自1840年 也就是鸦片战争以来 可能存在的最大危机 而且呢 预计呢 在未来的18个月之内啊 中国的这个GDP会倒退 以美元计价倒退10%以上 也就是说 经济倒退10%就进入了大萧条 而且呢 他把大萧条呢 在本质上的原因归纳为 劣质资本主义 主要是由于邪恶的 这个资本家的贪婪呢 以及代理人所导致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定义呢 我只能感觉到呢 非常的遗憾 摇头叹息 因为说 作为这个网络上啊 非常有影响力的 左派爱国经济学家 居然会用这样的语言 把这个大萧条的原因 归结到资本家 和贪婪的代理人头上 那我对此呢 只能表示 呵呵 对于这个大量吃瓜群众呢 我表示呢 咱们还是要多看书 多读书 不要轻易呢 被人忽悠 那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啊 任何一个经济体 不论是美国 欧洲 日本啊 中国 它其实都有一个周期 周期呢 就是有高潮 有低谷 只是时间不同而已 那么衡量这个周期 或者说导致这个周期 一会儿经济好 一会儿经济坏 其背后的原因 其实就是来自于 投资者和消费者的 个人信心问题 换句话说 你可以把它归纳为 市场的信心 那么这个信心的东西 就是像皇帝的心意一样 是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又实际存在 你怎么去定义它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 信心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 存在的时间 或者说维持的时间 也不一样 西方经常用 一个经济周期 是七年也好 十年也罢来形容 但是显然 这个时间 用在中国身上不行 用在澳大利亚身上 同样也不行 就是因为不同的国情 情况不一样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我觉得 只要能够控制舆论 或者说 让民间以及市场的信心 继续保持下去 那么信心不断 这个目前的经济增长 就暂时 可以说呢 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呢 这个文章中作者 说到了中国 的确是有这个那个的问题 一点不错 但是他给出了 十八个月的时间 他判断十八个月内呢 或者说十八个月后 中国的经济增长 别说增长 他会GDP倒退百分之十 对于这样的判断 我也是严重的不赞成 因为我本人觉得呢 很多时候呢 咱们不能以 完全的这个经济角度 来看待问题 比如说 文章中提到的 这个对于人民币的超发 使得人民币在国内价值 和国际汇率市场上的 这个价值是不成正比 换句话说 我们都知道在国内 这个钱不得 钱非常不经用 你这一百万呢 在十年二十年前 可以买很多东西 现在 绝大部分城市 二三线城市 一百万都买不了一套房 那么 但是这一百万 目前依然对美元 有着六点五的汇率 换成美元 依然有十五六万美元 可以换 也就是说 对内其实人民币 由于大量的增发 其实已经在大量贬值 但是对外 依然维持着和美元的 相对稳定汇率 这中间就存在着 巨大的不平衡 那么文章中作者也是说到 这样的不平衡 最终将会导致 这个汇率的崩溃 也就是人民币呢 会大量的贬值 那么对于这个观点 其实我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 当时看跌人民币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想 因为你印发了 这么多的天量货币 怎么着人民币 也应该贬值吧 不是的 它并不是像美元 欧元一样 你发多少 就理应贬多少 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中国 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叫做行政命令 你一旦有了行政命令 那么很多我们 在西方惯用的经济规律 在中国的市场上 就不能够适用 因为有了行政命令 所以人民币 即便是国内发了二十多万亿 但是依然可以跟美元 不但不下跌 反而上涨 所以在短期内 我个人判断 只要有中国的行政力量干预 那么人民币 在目前来看 短期内的汇率 不会崩溃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都知道 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 那么在这个环境之内 如果发生经济的大衰退 或者大萧条 很大意味着 也就是政治上的巨大震动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文章的作者认为 中国在18个月之后 将会出现 例如美国当时的 经济大萧条一样的情况 那么与其说是经济大萧条 换句话说 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政治变故 那么我们觉得 中国在18月之内 会产生大的政治变故 或者说会变天吗 我判断不会 这一点就是我对于 这个作者所看法 不赞成的根本原因 和根本的逻辑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热门话题 那么在今晚的澳洲时间 八点钟 八点三十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建筑业PMI 到了凌晨两点 是美国制造业的PMI 到了周四 也就是明天早上六点钟 美联储会发布会议记录 那么所以呢 今晚呢 英镑 以及明天早上的时候呢 这个美元 或者是美股 会稍有震荡 但是不会有太大影响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ld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